六十八集 各位各位 应该理解舰队国际 要知道 这可能是他们跟三体世界 唯一的一次作战机会了 是啊 要是这也算作战的话 也好 就当作是人类文明的一次 示威阅兵吧 这样一支超级舰队 是什么劲头啊 吓不死他们 把他们的尿都下出来 如果他们有尿的话 哈哈哈哈 将近午夜时 又传来了新的消息 联合舰队 已经从沐星基地起航 人们被告知 在南半球 用肉眼就可以看到舰队 狂欢的人群 第一次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 都在野空中 搜寻着木星 但这并不容易 在电视中专家的指点下 人们很快 在西南方向的天空中 找到了那颗星星 这时 这时 联合舰队的光芒 正在穿越五个天文单位的距离 飞向地球 四十五分钟之后 夜空中 木星的亮度 骤然增加 很快便超过了天狼星 成为了夜空中 最亮的星体 接着 拉大了与木星的距离 那就是启航的联合舰队 几乎与此同时 发自木星基地的实况图像 也到达了地球 人们在电视中看到 漆黑的太空中 突然出现了两千个 太阳 他们排成了一个长方形的 严整的阵列 赫然出现在了永恒的 宇宙之夜中 让人们不约而同地 想起了一句话 上帝说 要有光 于是 有了光 在这两千个太阳的照耀之下 木星和他的卫星们 都像是在燃烧 木星大气层被辐射电离 引发的闪电 布满了行星面向舰队的半个表面 构造成了一张电光闪烁的巨坛 舰队 舰队全体开始加速 但阵列 丝毫不乱 这堵太阳组成的巨墙 以雷霆 万军的气势 向太空深处 庄严地推进 向整个宇宙 招式着 人类的尊严 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两个世纪前 被三体舰队出发的影像 所压抑的人类精神 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放 这一时刻 银河系的星海 默默地收敛了自己的光芒 大血的人 与上帝合为一体 傲然 独步于 宇宙间 所有的人 都在欢呼声中 热泪盈光 许多人因为激动 而嚎啕大哭 在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 每个人 都为自己是人类的一员 而感到如此的幸运 和自豪 但冷静的人还是有的 逻辑 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目光 越过狂热的人群 发现了另一个 更冷静的人 史强 独自靠在大屏幕全息电视的一侧 抽着烟 无动于衷地 看着狂欢的人群 罗继走过去问他 你怎么 老爹 你好 我有责任要服 说着 大使指了指沸腾的人群 乐极容易胜碑 这会儿 最容易弄出事来 就说上五东国族演讲的时候 要不是我叫人 及时调来西红柿什么的 他们就用石头干什么 史强最近被任命为了 新生活五村的警务长官 这在东眠者看来 多少有些奇怪 因为大使属于亚洲舰队 按照国籍 已经不是中国人了 却成为了国家政府的 正式官员 不过 对他的工作能力 居民们都是有口节碑的 再说 我这个人 从不会得意忘形 大使说着 拍了拍罗继的肩膀 老弟你也是 我是 罗继点点头 我本来就是一个 只看重现实 及时行乐的人 未来与我无关 可是二百年前 他们突然逼我当救世主 我现在这样 也算是对这种伤害的 一种补偿吧 我就睡觉了 大使 不管你信不信 今夜 我还真能睡得着 见见你这位同事 他刚来 人类的胜利 对于他 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逻辑一正 看向大使 所指的人 结果吃惊地发现 那竟然是 昔日的面壁者同行 比尔 比尔 现实 他脸色苍白 神思有些恍惚 一直在离大使不远处站着 发现罗继后 两个面壁者 拥抱在了一起 互相问候着 罗继感到 陷死的身体 一直在虚弱地发颤 我是来找你的 只有我们这两个历史的垃圾 能互相理解 不过现在 恐怕你也不理解我了 沙沙惠子呢 罗继问仙思 你还记得联合国会议厅里的 那间镜丝是吗 仙思达妃所问 那地方后来荒废了 只有游客才会偶尔去 还记得里面的那块铁矿石吗 他 就在那上面 抛肤自杀了 哦 他死前还诅咒我 说我这辈子 也会生不如死 因为我打上了 失败主义的思想刚硬 而人类胜利了 他说的对 我现在真的很痛苦 我当然为胜利高兴 但又不可能相信这一切 我的意识中 像是有两个决斗士在厮杀 你知道 这比相信水能喝 难多了 同史强一起安置好西安寺之后 罗继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很快地就睡着了 他又梦见了庄严 和孩子 醒来时 阳光已经照进窗户 外面的狂欢 仍在继续 之科幻 三体三体三体 正在播出 刘子欣援助 清雪直播 企鹅FM出品 自然选择号 以百分之一的光速 航行在木星与土星轨道之间 从这里看去 后面的太阳 已经变得很小 但仍然是最亮的一颗星星 前方的银河 则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这艘飞船的航向 大约只向天鹅做 在这无垠的外太空 它的速度 丝毫显现不出来 如果附近有一个观察者 就会看到 自然选择号 仿佛静止地 悬浮于深邃的空间中 其实 从这个位置上看 整个宇宙中的运动 都被距离抹去了 远去的太阳 和飞船前方的银河系星海 也处于永恒的静止中 时间 似乎停止了流动 你失败了 东方延续 对张北海说 除他们两个人之外 飞船上的其他成员 都还处于深海状态的睡眠中 张北海 仍把自己关在那间 求行舱里 东方延续 无法进入 只能通过内部通话系统 与他对话 透过舱壁 那片仍处于透明状态的区域 东方延续 能看到这个劫持了人类 最强大战舰的人 静静地 悬浮在球形舱的阵中 低着头 聚精会神地 在笔记本上 写着什么 他的面前 仍然悬浮着那块操作界面 从界面上能看出 飞船处于四级加速前的 待命状态 只需按动一个按钮 就可以进入 前进寺 在他的身体周围 仍然有几个夜球 在漂浮 那是没有排进的 深海加速液 但他的军装 已经干了 皱巴巴的 使他看上去 苍老了许多 张北海 没有理会东方延续 仍然低着头 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追击舰队 距离自然选择号 只有120万公里了 东方延续 接着说道 我知道 张北海 没有抬头 你让全舰保持深海状态 是很明智的 只能这样 否则 情绪激动的士兵和军官 会攻击你这个舱 而你 随时可能是自然选择好 进入前进寺 杀死所有的人 追击舰队之所以 没有靠近我们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张北海 没有说话 把笔记本翻过一页 继续写着 你不会这么做 是吗 东方延续 又轻声问道 你当初也不可能想到 我会做现在的事 张北海停了几秒钟 又补充道 我们时代的人 有我们的思维方式 可我们不是敌人 没有永恒的敌人 或者同志 只有永恒的责任 你对战争的悲观 完全没有道理 现在 三体世界已经表露了 谈判的迹象 太阳系联合舰队 已经起航 去拦截三体探测器 这场战争 就要以人类的胜利结束了 我看过传来的新闻了 你仍然坚持自己的 失败主义和逃亡主义 是的 东方延续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们的思维方式 真的和我们不一样 比如 你在开始时就知道 自己的计划不可能成功 自然选择后 只加装了五分之一的燃料 肯定会被追上 张北海停下手中的笔 抬头看着舱外的东方延续 目光平静如水 同为军人 知道我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吗 你们按照可能的结果 来决定自己的行动 而我们 不管结果如何 必须尽责任 这是唯一的机会 所以我就做了 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安慰吗 不 本性而已 东方 我不指望你能理解 毕竟 我们相隔有两个世纪了 那现在 你已经尽到你所说的责任了 你的唐王事业 已经没有任何希望 投降吧 张北海对东方延续笑了笑 重新跌下头去 接着写 还不到时候 我要把自己经历的这一切 都写下来 相隔两个世纪的这一切 都写下来 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 这也许对一些头脑清醒的人 会有帮助 你可以口述 电脑会寄下来 不 我习惯用鼻血 只会比电脑保存得更久 你放心 我会承担一切责任的 我会承担一切责任的 我会承担一切责任的